身份证号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一个证明身份的东子,大家都有,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身份证的尾号藏着大秘密?你的身份证号尾数是几啊?来看看哪些身份证尾数,受财神眷顾。 数字零在形状上向前沿,你的身份证尾数是零的话,隐隐与藏着你背钱包围,一生都不会缺钱花,从零开始,慢慢地积累财富。 生活中发财到处都是,也是最可能得偏财的,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。 身份证号码有灵的人,他们的人生十分光明,一生拥有最佳的财运和福气,从小就能得到父母的照顾,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,随着年龄增大之后,他们的财运会更充足。 特别是年轻创业的人,一定会得到满意的回报,亏损现象较少,前途无限,富贵无忧,一年比一年更要富裕。 同时,身份证号码有灵的人,是福禄寿三权的人生,从小他们是父母的福星,长大之后也人成为富贵之人。 他们天生贵人多,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,早年会经过了一些波折,但对他们的运势影响不大,还会助他们快速成长,在三十岁前后就能有名有利,四十岁之前就能富贵满堂,日子一年比一年富有。 往往身份证号码有灵的人,出生在一个环境不错的家庭里,在长辈们的疼爱下,衣食不缺。 他们是一群很有潜力的人,出色的学习能力,加上胆识和魄力,总能比别人先得到商机,比同龄人致富早。 他们的一生是无风无浪的,平稳的运势,成就了他们的事业,虽然花钱会大手大脚。 但是钱越花挣来得越多,生活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,越来越富裕。 那么,如何从缺少的数字看运势呢? 缺少数字零。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零的人,天资聪颖,活泼开朗,为人正直,心地善良,常为帮助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。 一生运势走向,其人先天运势强大,少年时期学业良好,生活少有烦恼,中年运势顺畅,事业稳步发展,晚年时运势更好。 无论是财运还是事业都非常好,能享有求名求利的晚年生活,是一个非常强旺的命格。 缺少数字一。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一的人,个性忠厚老实,他是可靠,不好高无远,且具备狭义精神。 不论男女,大多都慷慨大方,乐于助人,能游走于各个领域、阶层,广受众人的喜爱。 男性之妻子多半具有财富,且善于经营,夫妻生活因而得以安事无忧。 一生运势走向,早年运势较为平顺,学业及事业发展虽无大的进展,但也没有大的灾难。 中年以后运势开始亨通,财务收入水涨船高,极致晚年运势更为强大,而能有余力及福音庇佑子孙,是属于幸福富裕的命格。 缺少数字二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二的人,婚姻运势多有波折,早婚者命重多有不及,若能晚婚,则可获得平和温顺的夫妻生活。 一生运势走向,幼年时期身体较差,容易罹患疾病,青年时期运势较差,家族亲缘稀薄,多半要靠自己独立辛苦获取。 中年运势逐渐好转,事业及财运均有所上扬。 在此阶段,应以自己它是努力所得为家,而不要贪求不切实际的投资获利或他人之物。 晚年运势平顺,生活风足无忧,可以说是财力富足的命格。 缺少数字三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三的人,固然性情较为奇变巧诈,日常生活却十分简单勤劳,并能努力不屑于工作之中。 不过收入虽多,但额外的支出也不少,若不加以规划,财富很难积聚。 一生运势走向,少年时期运势多有阻碍,心性亦变动不定,且居无定所,无论学业或事业都难以顺利获取成功。 中年时期运势略有好转,事业发展已朝往国外交易成功,若能努力坚持,必可有所成就。 晚年运势趋于平稳,生活丰足无忧,是属于晚年仅宫的命格。 缺少数字四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四的人,个性温柔慈悲,心地善良,处事敦厚,经常扶助弱小,因而能够获得众人喜爱。 一生运势走向,少年时期运势较较差,无论学业或事业都必须经过非常地努力,才能取得成果。 中年时期运势逐渐顺畅,由于待人真诚,因此一身或上司及长辈的喜爱,而能受到极大的提携与扶持。 晚年以后,运势持续走高,事业发展趋于成熟,财务收入也相当丰足。 属于功成名就行的命格,缺少数字五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五的人,个性忠厚老实,做事专注职着,事业多有所成。 此外,缺少此数的人,不论男女都很重视家庭,唯独天性好事, 愿意插手干涉他人的事情,若是成人美事,则能博得好名,若是坏人之事,便会惹来无谓的批评与责难。 男性的婚姻运势颇佳,婚后将可以获得妻子的帮助成就事业。 一生运势走向,年少之时由于性情较不稳定,为人处事常有平断不公的状况出现, 中年以后运势趋于平顺,只要付出努力,多半可以获取成果。 晚年之后,运势亨通发达,事业及名声都能发迹显着,是属于大望兴隆的命格。 缺少数字六,身份证号码中缺少六支人,个性开朗亲切,乐于助人,因而受到他人的拥护与爱戴。 个人特质方面,除了身具才能之外,行事专一的态度也使缺少六支人能够贯彻始终,直到达成目标为止。 一生运势走向,生性喜好积存财富的婚配命格强硬的对象。 大体说来是属于昌盛繁荣的命格,缺少数字七,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七的人,个性多变,一生运势起伏较大。 一生运势走向,少年时期心性浮躁,做事难以安定,居无定所,亦与人争斗,运势较差。 中年之时运势仍无起色,此时若能勤勉致力于事业或技艺的发展与钻研,矫正自身的缺点。 可在晚年时创造好的运道,事业及财务收入都能达到顶峰,属于平安福寿的命格。 缺少数字八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八的人,天性机灵,悟性高,待人真诚,从不做欺诈或讹骗他人之事。 一生运势走向,少年时期多困阻,必须辛苦付出才会得以成功。 中年之时运势低平,需加倍努力,累积实力,开拓良机,可在晚年时期突破困境,事业及财务收入大为振兴,个人声望及社会地位也能在此时达到巅峰。 缺少数字九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九的人,个性积极进取,有不畏困难与挫折的勇气和毅力。 不论男女皆带有财运,但个性较为自我,喜欢从事投机事业。 一生运势走向,青年时期运势较好,学业及事业均平顺如意。 已婚的男性多半会取一个贤内助,对其有很大助力,且多贵人辅助,事业发展顺利。 终年之时,运势由盛转平,若是做事无法专注,仍影响晚年的运势。